嗨,这里是阿西,欢迎回来禁闭求生 那这一期呢,我们一定要跟上主线任务的,好吧 我们的主线任务呢,是在这一边 我们先给它标记一下 有706厘米,好远哦,有7米 那行吧,那我们先整顿整顿吧 像昨天吃的这个猪丝 哦,它马上也好了,我们再等一下吧 然后我们这边再去烤点肉 因为我这边其实有打了很多这个苍蝇肉了 但是那一段被我剪掉了 然后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放进去吧 我这里想要穿这双鞋子,因为要赶路嘛 所以我们把这个套装换下来吧 这个橡果套装好像会吸引仇恨啊 我们就不要了 来,把我们的初级套给换上 橡果套装给它存起来吧 这个反车应该都好了吧 哦,都好了,全都给它拿走 然后再去给它这个一下 再去做一下了 我们身上看一下哦 我们这里呢是有三个东西可以分析的 刚好去分析一波线 先把这个蛛丝绳给它分析一下 蛛丝绳可以做昆虫腐 那我们就有多一个武器了 哦,而且我们这边也升级了 升级之后获得碎石,匕首,还有筛广 应该是在水下呼吸用的吧 等一下,什么东西啊 哦,先跑先跑先跑 那既然阻止我的话,我就先不分析了吧 把它们都存起来先吧 OK,那我们整装完毕就带这么多东西吧 然后朝着这个方线出发 go go 哦,这里是什么东西啊 一片毒气,我绕一下吧 不要从那边过 好像有什么虫子在那边贩毒呢 哦,这什么啊 幼虫 我来看一下它们的资料 幼虫,哇,好恶心啊 怎么会有这种虫子啊 它们怕辣,还有看性皮卡 它们在这边睡觉吗 好多哦,这边哦 在睡觉诶,我的天 走近一点看看 啊,我的天哪 我整个人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东西太恶心了吧 走走走 哦,那我们这边是走到头了 有一堵石墙在这里 那我们绕着这个石墙往前面走吧 可以看到我们的目标呢 是在这边要绕过去啊 那我们从石墙这边绕过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些树的果实 是我们升级二级蜘蛛套装需要的装备 我们现在先不收集了吧 因为这一期呢我准备做一个攻略项的视频 因为这个树其实很难走啊 就你走上去之后 然后我就七弯八绕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是有个门的 但是这边是打不开的 然后呢我们打开地图看一下 我们的任务地点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围墙的上面 我们从这里呢是上不去的 所以要爬树上去 我们先走走到这里 从这个树枝往上走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东西了 但是我们现在要进去看看嘛 有一些蜘蛛算了吧 往这边走先了 绕着这边上走 这里有很多蜘蛛的卵 因为这边很阴暗啊 长年阳光照不到 普攻阴果是有了 如果没有带的话可以拿一下 然后顺着这边过来 一直往前走 好了 那我们就一直朝着这个直线距离 往前面走 会发现一棵 有电线掉下来的树了 这下面还有果汁 我们可以补充一下体力 喝掉它 然后这棵树呢 我发现了梨树上坡 对就是它的名字吧 应该 这里其实有一些这样子的降果呢 我们可以收集一下 但是我们这一期呢是爬树要紧了 所以我们就不收集了吧 晚上爬可以发现这边有个回行针 这是唯一上去的路 我们上来之后往右边走 走上来这边呢 会发现一个野外工作站 然后这野外工作站 其实我们之前是有解锁了两台机器 一台是这个分析椅 我们可以把刚才拿到的降果块给分析一下 可以做饮料 还做皮革 那还有一台呢 就是接任务的汉堡小哥给我们派送任务用的 另外一台我们实际上是没有解锁的对吧 今天我们爬树的时候可以去把它解锁掉 好的 然后这边有录音带 其实录音带我不太想听 我们直接跳过吧 桌子上还有一些这些燕麦棒 我们也可以给它拿一下 也是一些不错的植物了 出来之后呢 我们顺着左边这里上去 上来之后有个分枣 然后我们先去左边这里 因为这里呢有一些科学点数 我们可以拿一下 经验值嘛 白拿的 然后呢 朝这个反线继续往上走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瓶饮料耶 我们顺着 这里顺着蘑菇的反线走就可以了 走走走上来 OK 然后朝着那个蘑菇的反线走 嘿 跳上来 跳上这个蘑菇 OK 那这边其实树上有一些蓝莓 我们这是蓝莓吗 降过了 我们可以把它打下去 然后之后在下面捡 我们先不管它了吧 把这个果子喝掉 有一小蜘蛛耶 不用理它 滑手滑过去 中土这边可以先跳下来了 当然也可以到头了 跑过来也没有关系了 跳下来有个科学点数把它拿一下 然后这里上来有一个实验室吧 我们先进去 这里门是可以打开的 这里面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拿上我们的武器 这里也是有怪的 在哪里 这里我们给它标记一下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信息 它叫烈味太枝 是太枝中的一种 它有分美味跟烈味的 美味的就是比较厉害的 但是它这个弱点 我看不太懂 返回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是一种机器人 保护这里的 但是它应该也是比较好打的 随便戳起下给它 一个 两个 打败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获得科学点数 OK这里呢 有一个宝箱 里面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石头 我们先给它拿上吧 之后再去研究它 我们继续往里走 有一些什么 一些它的测试记录了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但实际上我看不太懂 他们在讲什么了 所以我就不看了 把里面走里面走 走走走 打开门 这边有个科学点数 然后在桌子上呢 有一些吃的喝的 都给它拿走吧 还有一个也是实验记录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暂停看一下 这边呢 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把它拉一下 有一个过场动画的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工作站里面 另外一个没有解锁的东西 这边呢 锅盖升起来了 哦 就是这玩意 这玩意现在是启动了 我们之后可以使用它了 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了 我也没用过 我们之后有碰到的话 再去研究研究吧 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了 我们走吧 其实这边还有一盘录像带 就是录音带 我不知道这录音带有什么用 总之先把它拿上吧 它会说好久的话 走 那我们出去吧 哦 这里下来要小心一点吗 好像不用太小心 也不会掉下去 走 我们沿着蘑菇走 其实看到那边有蘑菇 我们往这个房间走就行了 这是什么玩意啊 哦 小蜘蛛 戳死他戳死他 小蜘蛛 血还挺厚的 其实我们应该拿斧头 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去 也可以从这条路过去 都可以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差不多嘛 我们朝着这里走就行了 那边呢也是有一个实验室 哎 小心点 这里 哎哟 跳过来 跳过来 开门 这里面呢也有一个 这玩意啊 科学点数 还有一个宝箱 宝箱里面有一些做好的食物哎 都给它拿了吧 其他倒是没什么了 哦 这里还有个SCB呢 看一下这个SCB是怎么样的 操作系统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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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灰色的 这也挺好看的 我们就用这个吧 那桌子上还有一些燕麦棒 以及一个录音带 哇 又是录音带 超多录音带的 我们还是跳过 那录音带听完之后呢 我们就晚上走 总之他是说那个什么蜘蛛啦 什么乱七八糟的 出来之后我们往右边走 这边有很多蜘蛛嘛 就是那个博士的烦恼 所以他一直在说 往右边走 这边有蘑菇 总之我们顺着蘑菇走就对了 蘑菇指引我们的方向 还有个滑锁 我们滑一下 滑到对面去 那滑过来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 富林曼飞旁 这上面有很多的小蜘蛛 我们现在先走到高处来观察一下 前方呢是我们的要去的地方 然后实际上这边呢是有一个 会有一个蜘蛛巢穴的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听说是一个大boss啊 我也没有打过 我们先过来把这个给吃掉先 我这个巢穴真的是有点恐怖 哦 我们往里走 都是蜘蛛晚节省的 听说叫什么育母蜘蛛 这边还有一些被困住的蚂蚁 好多蚂蚁哦 哦 这里面 我的天 太恐怖了吧 这 这里面什么都有耶 这是蜡蓝吗 还有一些大的蜘蛛也被困住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磐尸洞吧 我感觉 那 其实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见到那头大boss的 我们好像要在这里线上育母蜘蛛三名字啊 好像是什么贡品之类的 放进来之后呢 他才会出来 现在呢 还是拿他没有办法好吧 这里面可以进去吗 我这里面也被困了一只大蜘蛛 那我们就出去吧 现在连见个面都见不到啊 害我大老远跑来 真的是一面都不见 那我们出来吧 出来这边可以直接 哎呀 哎呀 完了 我还说直接跳过来呢 完了 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爬了 那我们继续爬吧 好的 我们又回来了 这次回来呢 轻车俗路啊 那我们刚才去了这个蜘蛛的巢穴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朝这个方向走了 跳下来 这里有一个scb也给他拿一下先 有些小蜘蛛 不用理他 朝着这个树枝往上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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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的树枝要小心一点了 因为你一不小心就那个掉下去了 跟我刚才一样 我们先往下面走 先这里呢是有一个 科学点数可以拿一下的 小蜘蛛好多哦 然后再上来 再上来呢 我们这里有个绳索 滑锁滑过去 中途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算了 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直接进来 拿到这个科学点数 这里面有几只小蜘蛛要清理一下 哦 拿斧头我忘记了 不好意思 这几个蜘蛛好像卡在这里的 我每次来都卡在这里 我已经来这边好几次了 蜘蛛线要收集不收集都可以了 这里呢有 还有个宝箱 都是一些石头吃的喝的 都给他拿走 然后还有一番磁带 磁带真的不想听 奔带拿一下 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照片 那其实这个应该就是博士吧 但是现在有点暗了 看不太清了 那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吧 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我刚才掉了一下 掉下去了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 出来之后要往左边走啊 前面是过不去的 嘿咻跳上来 往这个树枝上走 现在有点暗了 然后呢还是朝着蘑菇上面去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是一直往这边走 发现没路了 然后我就跳下去了 下面 然后再往上爬 用非正常的手段进去的 实际上呢是要朝这个树叶上面走 这边比较 呃 比较惊险啊 我们得小心一点慢慢走 不然掉下去又要前功尽弃了 哦 继续往上来 来 走走走 走过来之后 上面是有一个那玩意的 我先不去拿了吧 然后这个绳索呢 滑过去 就到我们的树离实验室了 哦 树离实验室入口 然后录入指纹 我们就可以正式 录入指纹 我们就可以正式在这里面探索了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是非正常手段了 但就是这些门呢 都是打不开的 就很讨厌 那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就是进到这个房间里面了 去拿这个黄色的芯片 就是汉堡小哥要的芯片 但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密码才行 所以呢 这边呢是有 提示我们要找密码 这里面有东西 我可以拿一下先 那我们就继续往里走吧 跟我走吧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是要给它打掉的 我第一次打的时候 不知道在这里打了半个小时 根本就打不掉 然后实际上我们要靠更近 我自己进来有只大蜘蛛 不用管它 直接往前跑 跑这边呢 有一个58的密码 是我们第一张密码指 哎呦 我还是被它有掉了 我还是贪啊 这些东西我都想拿一拿 全部拿走 快跑跑跑跑 那拿完东西之后呢 我们朝着 不要朝那边走 朝这里走 蜘蛛网给它打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 哎呦 光当光 素手死了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射掉的 如果有功夫的话 有时间可以把它打掉了 但是因为我们不打这个蜘蛛嘛 所以有点着急了 那实际上我们跳上来之后呢 也是可以 不怎么影响的 这边又有一只蜘蛛 不用管它 把这个网友拿了 然后来这里 这只蜘蛛 没有发现我吗 然后来这里把这个蜘蛛网打掉 这里呢是有一个 这个SCB的就是我们的菜单 操作系统 这里看一下 这下面我们之前获得了一个叫 至尊的 紫色的 我不是很喜欢了 这是我们刚才拿的幽灵 OK 我还是喜欢这个蟲子 那有点灰黑色的感觉 那这边蜘蛛我们继续不理它 直接往 直接往前冲了 冲过来把这个 这边的门给它打掉 靠近一点 好了 门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走走走 走到这里 这里有个大金牙 哎呦不要掉下去了 小心一点 有个大金牙 而且还有一些小怪了 我们不用管它 跳上来 用绳索滑到这边 然后呢 这是第三张密码 T19 拿完之后 这下面有个坑 我们跳下去 开一下降落伞 这样子呢 就不会掉血了 不然它会掉一点点血了 走走走 那我们继续回去吧 从这三门进去 一直往上面走 这里有一个科学点数 拿一下 体力最好省一点用 不然关键时候就那个 跑上来之后呢 两边都不要去 直接朝着这里走 继续往高处走 那这边同样呢 是继续往高处走 哦 这些网页好像是会清理蜘蛛的 他们把蜘蛛都给打掉了 继续走上来 到这里 这边呢 是有 我很多物资 其实 有需要的话 也是可以拿一下的 像这些像果块 我就不要了 树叶 树叶也好嘛 也可以 这边有一些什么大理石啊 什么石英眼啊 碎片 都给他拿一下 而且还有 珠神 这个叫什么 蛛丝神 这个其实挺花时间的 也给他拿一下吧 那其他的 我们就不要了吧 走吧 然后我们到达了下一个滑锁 下一个滑锁 其实我们到半路了 就得下来 到这个天窗这里进去 那我们滑过去吧 左边的Ctrl是跳下来 我们提早稍微提早一点点 因为他还有个前冲的动作 如果你刚刚好按的话 就会滑过去了 来 下来 其实下面有怪的 那我们下来 拿完这张图子 就往右边走 右边走下来 这个门呢 给他打开 嘿哟 哦 打完了 赶紧跑进来吧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过去的地方 一直往下走 好了 就回到我们刚才的控制台了 那我们这边来输一下密码 哦 怎么有一只蜘蛛混进来 哎 两只 把它解决一下 OK 小蜘蛛搞定了 那我们刚才输完密码之后呢 这个门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获得这碗页了 树梨超级芯片 好的 那我们得到了我们的任务物品 桌子上呢 有博士的照片 89年8月7号 我一直以为博士像那种阿利博士一样 那种感觉 实际上还是蛮年轻的 看他 那这里还有一盘录音带 也可以停一下 那好吧 那这边呢 是最后一盘录音带 蒋博士撤离这里 他说有人监视他什么的 这盘录像带还稍微有点架子了 那我们就出来吧 实际上呢 是可以从这边直接跳下去的 这里呢 就是我们标记的那个点 对吧 所以这边才是真正的数据理实验室 我们把这个点给移除掉吧 然后我们要回去的话 是直接可以走了 如果想继续探索的话 也可以探索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走吧 从这里跳下去之后呢 打开我们的蒲公英 哦 硕好高哦 这下面实验室 其实蛮大的 这上面 哇 这么大 那我们下来之后呢 那个门是已经开了 最开始是没有开 什么声音啊 哎 走走走走走 不要再次逗留了 这上面还是蛮多蜘蛛的 他追过来了 他进得来吗 他进不来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边拿弓箭射他 但是我对他没有什么想法了 走吧 因为我现在口很渴 哦 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最开始 紧闭的大门 从这里上不去啊 要从上面打开才行 那行吧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然后这个方向呢 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探索的 我们下个星期再探索 下个星期 下个 我们下一期再探索吧 我要渴死了 赶紧喝一点脏水先 其实我包里是有饮料的 但是我舍不得喝 喝一点脏水 直接喝饱吧 没事 好的 脏水喝到饱 喝到饱其实会掉保实度 不过没关系 等他那个状态过完之后 我们再吃点东西就好了 那我们下一期呢 还要去栽一点蓝莓 做我们的二级套装 然后在这个方向去探索一下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关注 拜拜